提湖队目前的首发五人阵容也已经确定,他们在失去了考辛斯和龙多之后,也找到了相对应的球员来顶替他们。 目前提湖队可以摆出的首发阵容分别是小佩顿、霍勒迪、摩尔、兰德尔和农梅哥,而上赛季表现出色的米罗蒂奇,将继续成为替补球员。 新加盟的小佩顿将顶替龙多的位置,而兰德尔将顶替考辛斯的位置,提湖队目前的首发阵容跟上赛季相比,整体实力是有所下滑的。 虽然目前内容依然是双塔阵容,农梅哥加兰德尔,但是兰德尔的实力跟考辛斯相比,差距还是很大的。 上赛季兰德尔在湖人队场军得到16.1分8篮板,2.6助攻,作为一个首发球员他是合格的。 但是想跟龙梅哥加好,辛斯,这个组合一样在内线有统治力,那是不可能的。 但是兰德尔的存在还是一定程度,可以弥补好辛斯离队的漏洞的。 而除了中锋位置有所变化以外,1号位的变化也是很大的。 上赛季的1号位球员是龙多。 龙多作为一个总冠军级别的球员,他给提湖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。 他让提湖队的防守变好了,而且战术执行变得更加严谨了。 最重要的是龙多的加盟,让霍勒迪彻底被解放了。 他的得分有了很大的提升,而如今小佩顿担任提湖队的首发空位, 他上赛季场军得到12.7分6.2助攻4.3篮板。 除了得分,其他两项数据都低于龙多。 更重要的是他对于球队节奏的罢控,以及能否把球交到龙梅哥手上,还是一个未知数。 如果做不好这两方面,那么小佩顿就永远比不上龙多的作用。 而其他三人都还是保持上赛季的首发阵容球员。 分别是霍勒迪、摩尔和龙梅哥,提湖队这套阵容,还是可以继续进入季后赛的。 他们的双塔阵容依然很强,龙梅哥是目前联盟最好的内线球员之一。 而兰德尔在经过了四个赛季的成长之后,也有很强的实力和较高的经验。 而三号魏摩尔是一个防守型球员,他最重要的作用是防守。 而后场是霍勒迪和小佩顿。 如果小佩顿可以做到跟上赛季龙多一样的作用,那么对于霍勒迪来说,也是非常有利的。 如果小佩顿无法承担那么大的责任,那么霍勒迪还是要承担一部分组织的任务,对于他专注得分和防守是不利的。 如今这套阵容,想要在西部进入季后赛,其实,都是有一点难度的。 西部目前基本没有弱队,勇士队自居一荡,火箭队,胡人队,雷霆队和爵士队,也是必然可以进入季后赛的球队,而提胡队只能跟快船队,森林狼队,独行侠队,马刺队和辉雄队等球队竞争。 剩下的季后赛名额,文海清。 剩下的季后赛 ,文海清。 剩下的季后赛 剩下的季后赛